U.C.L.G.C. 香港的商場流程明明不同一 往往令人好頭痛 這個商場的C代表地面上一層 另一個商場的C可以在地面下一層 每一座大廈對我們來說就是一個迷宮 我們有大型的商場 我們都有工廈翻新的樓上鋪 也有很多其他建築 好像文化中心或者醫院大學等等 雖然新外地圖系統的定位服務 在商場裡面都用到 但他們主要依賴GPS定位 所以去到地下樓層就變得不準確 雖然不少商場都會有指南和導航設施 但往往都不太清晰 不同的商店或者不同的商場 它用不同的技術去做這方面 其實一直都沒有一個方案 可以在整個香港周圍走用同一個技術去做 對於我們視力沒有問題的人 我們可以周圍看看找一些指示 但對於一些視像的朋友 或者他是輪椅的朋友 或者推著BB車 水牌是無法告訴他 最近的升降機在哪裡 遇上結構複雜的商場 或者趕時間的日子 就更加令人困擾 這間公司開發了室內地圖技術 希望在香港這個商場之城為大家導航 他們利用商場現有的數據 通過WiFi Fingerprinting技術 以及計算工具 推斷出用戶在哪一個大廈、樓層和位置 不差只有3至5米 傳統其實室內定位 或者室內地圖的一些技術 很多都是需要一些硬件去配合 譬如有很多一些商場 或者一些其他地方 都裝了一些藍牙的裝置 硬件的一些配置 其實那個成本 或者維護上高都比較複雜 所以我們一開始都是傾向一個 純軟件的方法去做一個定位的效果 除了相關的計算技術 事前都要做不少準備功夫 第一件事是收集地區的平面圖 首先做的一件事就是 會將這些地圖 將一個室內地圖做一個匹配 因為其實這些都是單獨的一些室內地圖 其實很難去跟不同的建築 做一個整合和一個連接 例如說你去到一些地下街 怎樣去一些車站 而車站又怎樣去駁上商場 傳統來說你可能要看三四個地圖 然後將分析員的數據 放入他們的網上繪圖工具 就可以製成基本的地圖 因為是網上系統的關係 就算有商戶或者建築結構的變更需要更正 都可以在短時間內完成更新 你看到其實畫面裡面 都是一個車站的其中一層 有些商店譬如說一個店 要隔開兩個店 我們都很容易處理 只不過是在商店這個長方框 將它隔開 其實已經處理了一個更新 地圖成形之後 他們就會將它和在實地拍攝的影像 互相比較 做最終的確定 之後就可以加入定位 導航和全景影像的功能 對於需要無障礙設施的用家 系統也可以指示相應的路線 甚至做到聲音導航的功能 他們更加受到蘋果的侵賴 成為亞太區內唯一提供相關技術的供應商 除了香港 他們現在亦都視力發展鄰近地區的室內導航技術 但要將這個技術推廣到其他地區 就要更進一步減低對硬件和人手的需求 下場做校正的工作 譬如去到不同的地方 都可以找回當地的一些人士 譬如說一些老人家 或者退休的 或者是一些在職的太太 其實他們懂得用手機 或者懂得用智能的一些工具 已經可以幫我們做到一個地圖 公司希望技術不單止可以拯救路線 還可以發展成城市吸生的地圖 幫助建立智慧城市 這裡是印度洋的海底 探索隊正潛入四千米深 被稱為午夜區的深海地帶 這個深海探索隊 已經完成了五大陽深潛探險 而研究的另一個目標 就是海洋生態系統的轉變 對一些島國的影響 能夠健康的環境 我們能夠跟其他人相比 這是完全不知的 所以我們只需要看看 我們能夠找到 搜集到的深海數據 不僅可以幫助了解海洋 最終目的是協助 證受全球暖化威脅的國家 制定海洋保護政策 這些影響和影響 的影響不斷 甚至我們明天不斷 進入環境的環境 所以現在的地區 和測試改變 會幫助我們解釋 這些未來的改變 研究團隊計劃在2022年 發表他們的分析數據 我們花了很多時間 在地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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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們真的沒有看過 我們沒有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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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地球上 超過90%的地方 是在地球上 最多的地方 是在地球上 所以我們是 非常重要 在這時期 我們看到 這麼大的改變 在地球上 我們看到 人們到達到地球上 我們看到 我們看到 在地球上 我們看到 我們看到 大家的 neutr指派 看看 aki ille 等 овали